國外,這邊很多好的藥,尤其是像三類藥的植物體取物 在這邊的市場,醫生很難改變他的那種固有的想法 你如果得了癌症,一般都是先化療,化療了沒的痣了 然後在你自己病人自己怨,試什麼就試什麼 所以他們那種植物體取物的那種東西,在這邊一是難做市場 二是做臨床費用挺高 第三就是真做出來了,我覺得銷售效果不出去 所以我現在就跟這些借鑑人家的成功,把人家RD完了 甚至有的是FDN臨床一期已經都完了,做不下去了 我說這樣,你給我,我在這邊raise money 然後呢,到中國去做臨床,我拿的就是中國的市場 中國以外的市場還是你會不會吃的 我公司就是要的,是我來出錢,我來拿到中國暴批 但這是中國市場是我 這裡頭有個優點是什麼? 第一,中國很多臨床暴批,它是認可國外像FDA那種手續 如果你在FDA做到哪個地步,也可能就是可以申請下去 譬如說我現在有一個,要是他已經拿到FDA臨床一期過了 正在準備清晨臨床二期的時候呢,他們犯了很多錯誤 譬如說是非法銷售了,那就被停上來了 那通過這個的話呢,我可以拿到中國去直接報批二期 當然雖然還沒做呢,但是我諮詢上的政府說 原理上是可以的,將一手續作權 那從這個賣點來說,那我就跟投資商講 你看,整個藥物的研發,RND是最費錢的 RND完了以後,讀理是很費錢的 然後呢,臨床一期那是很難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這個藥都把臨床一期都做完了 到中國去做臨床二期,估計是一年還是一年半 臨床二期完了以後,那基本上就已經定性 你這個東西有沒有效了 然後臨床三期,相對來說只是做量更大 那同時,你可以在小範圍量中試消了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不是像人家想像的 在這邊做藥物,需要五到十年 需要資金五十個Million到一百個Million 那也許我需要的是十五個Million 能做出來的 那這個的話,中國市場是最大的 為什麼呢?中國和印度是最能接收那種 非化學藥物的東西 那就說是,用草藥這句話 太油臉,太狹窄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看好 所以我想再做,因為大家都是搞藥的 你們不妨也可以想想這個 或者是你們願意一起來參與 就跟我聯繫 這些都是只是在計劃階段 還是只是在構想階段 然後呢,還有呢,就是根據我 經常回國的很多地方 很多企業想在國內掛牌上市 就是,進入門檻很高 然後呢,圍林的時間很長 所以呢,他們很想到國外來上市 這個呢,我也是在答應他們 在組織那個加拿大的協議團隊 我呢,想不去參與這些事 只是要我再跟他們構想 就是國內的企業到這裡來 這應該是,剛才這個自己講的醫院的事情 國內的這個醫院的購買呢 其實是,價位上是很便宜 比如說這一棟樓 是剛剛新蓋的醫院 病院大樓 然後,這個醫院 當時談判下來 五百萬美金可以占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所以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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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City Group的老總 他說,會不會少一個零啊 我說沒有,是談判下來 而且這個五百萬是不拿到任何人的藥包裡 這五百萬就是拿住醫院的作為一個購買 因為很多的醫院呢 他希望就是你來參與 你不要去就是把它全拿走 這個呢,就是剛才說的那個醫藥共同 醫藥那個那個 我跟City Group是一個全面的 然後呢,投資呢,只是做去暴批的一種 然後這個,這個上股市的這個 我覺得呢,中國公司在這邊上股市有幾個優點 第一,國內很多企業在這邊上 都是比較很大的那些固定資產 現在就有一個手上送過的一個鋼鐵廠 那資產就大的 那連自己碼頭都有 然後呢,很好的產品 那這個鋼鐵廠是做那個螺旋鋼紋的 那全是做那個建築上的鋼紋的